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看標題都知道,今天是心事台 在2021年回顧影片中,我有提及過自己這幾個月受情緒困擾 開始有少少焦慮症的症狀 這段影片播出後,大家非常擔心我 無論是留言或是DM,都會叫我放輕鬆一點,不要太大壓力 也有朋友跟我分享他們受情緒困擾的經歷 或是同樣有焦慮症,大家互相勉勵 是非常感動、非常溫暖的一件事 最近我就開始情緒好一點 想整理一下整個的心路歷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社會都人心旺旺,五時回六時變,很多行業都被迫停業 我想大家都有形形色色的壓力 有機會有些朋友利用情緒的問題開始浮現 你都不知道的話,我希望這段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我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如果你不介意聽聽我說心事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究竟我是怎樣發現自己情緒開始有問題的呢? 這個就要追溯回大約去年六、七月的時候了 一向我都是這樣拍片,沒有太大改變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開始是毫無鮮兆的 心水不靈,坐立不安,然後心跳,手震出,手汗,然後呼吸不到氣的情況都會出現 我都是覺得自己太緊張了,放鬆一下,沒事的 直到有一天,我和爸爸媽媽出外吃飯 很普通的叫了一個煎蛋豬扒飯 可能心裡是期望有一隻太陽蛋,或者半熟蛋 圖都是這樣的 但是它來到的時候是一隻全熟的蛋,裡面是實的的 然後我無緣無故情緒大爆發,是很不開心 爸爸看到這樣的時候,他就說 不要煩了,他臉都焦了 叫一隻蛋,我們給錢吧,叫一隻煎蛋給他吧 那我就覺得,不是啊 我叫煎蛋的嘛,不是這樣的 然後突然整個人就 break down了,爆哭 哭到吃不到飯,自己衝回家 是去到很嚴重 你現在問我呢,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當時就是覺得,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然後就在家裡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一刻呢,我就真的知道自己應該有點不妥了 平時不會這麼小事,會爆發到這麼大的嘛 所以呢,我就真的問一下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從小到大,我都是眾人的開心果 我很喜歡笑,有我就有歡樂的啦 我都覺得自己是很positive 抗壓能力很高的一個人 從成長階段,去到學習,去到工作 我都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壓力的 覺得很順暢的人生 直至到拍YouTube呢 我就真的找到一個成就 但也更加認識到自己 原來我對於壓力不是真的承受能力那麼高的 因為拍片的工作量其實都算多的 比起大家想像中沒那麼簡單 不只是坐在鏡頭面前說幾句就完工的了 都可以說是排山倒海的 每一條片由前期的準備功夫到後期製作是非常花時間 一天只有24小時 如果是一樣東西兩樣東西 我都可以輕鬆地面對 但當所有東西一窩蜂湧過來的時候 我都會有無所適從的時候 有很多淋審的事情 我都會覺得自己選擇拍片這條路就要承受 畢竟每份工作都會有它的辛酸、煩惱、壓力 這些事情自己近追就算了 另一方面,我是要面對很多淋淋種種不同的評論 當然大部份時間都是和大家很開心地交流、聊天、互動 你們發DN給我都會知道 我是比較上可以快速地 試過秒速地回覆大家 然後聊得很開心 但當然都會有時候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是收到一位朋友 他發訊息問我 完全沒有前因後果 突然間就說 Hidy,你覺不覺得你到這個年紀還未嫁得出? 是否你有問題? 是否你男朋友根本就不想娶你? 你是不是需要檢討一下? 收到那一刻我都有點滿頭問號 畢竟我們都一起了那麼久 要分開的都會分開的 結婚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探討一下 我有嘗試跟他說一下我的想法 但可能我們想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最後都不太聊得醒 好了,說了那麼多之後 究竟最嚴重我會怎樣? 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呢? 我呢? 是很多時候 由計劃了拍片 那天起床開始 已經坐立不安 一直很緊張 不斷擦手 然後流汗 有機會是流汗 然後頭腦絲水很混亂 完全沒有一刻可以停下來 放鬆下來 那我真的試過有幾次跟我男朋友說 不行了 我今天拍不到片 我的狀態不OK 但是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是沒有跳過的 我一直以來都盡量 是可以一個星期兩條片 給大家 我不會硬拍的 我都會等自己真的 靠下來 情緒OK的時候 才拍的 但是呢 真的去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發現是連說話都有困難的 這一刻可以坐在這裡整理好 和大家分享 主要的原因 我是覺得自己有進步到的 由剛剛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我拍片可能要去到四個多小時 才可以順利完成 到現在呢 大約兩個多小時就搞定 我都覺得自己是厲害了 未去到完全好 這些一步一步來的嘛 但是呢 我都覺得自己可能處理的方法 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亦都可以分享 告訴大家 我是怎樣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發現情緒病和拍片有少少相似 他們都是一條幾孤單的道路 很多問題都需要自己去處理 自己去解決 其他人多親密 多朋友都好 沒有辦法切身處理 站在你的思考角度出發 可能別人眼中很少的事 而去到我身上無限放大 我的情緒很波動 都真的沒有辦法去解釋到 唯一可以想的就是 我要逃避還是面對 逃避就很簡單了 關了一個按鈕 不拍片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但是我又要想 自己會不會還想拍片的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興趣來的嘛 再拿起機拍片的時候 我會不會又要重新面對同樣的問題 這件事有沒有解決到呢 所以呢 我自己又真是一個比較正確的人 我就選了積極去面對這件事 既然我知道問題癥結所在在哪裡 那不如 我就真的去想一下怎樣解決 然後找到一條出路給自己 我說自己進步了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手陣依然會出現 之前我有看到comments 就說我有很多不同的手部動作 令到畫面很煩擾 那我也知道的 那因為呢 如果我靜態的時候 我的手是一直這樣震著的 但是我又覺得 大家沒有必要去承受我的不舒服 所以我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下面放了一個cushion 或者公仔 那我一到手震很嚴重的時候 就會捏它 所以可能會看到肩膀 不知道為什麼奇奇怪怪的動作 就是我捏下面的一些東西 還有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光 就是在點一些香薰蠟燭 希望令到自己的心境可以平靜一點 而在鏡頭背後 我經常都鼓勵自己 你是可以的 你做得到的 不需要那麼緊張 每條片慢慢進步就可以了 我真的這樣跟自己說 雖然畫面很滑溪 但是對我來說 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我真的可以整個人放鬆一點點的時候 滑溪一點 沒有所謂 都沒有人看到的 那延伸到一個問題 究竟我會不會尋求專業的協助呢 就要取決於這個情況是會進步 更好 還是會越來越惡化 這個就是後話了 今天為什麼會拍這條片呢 就是想告訴大家 即使去到我這麼正確 這麼開心的人 都一樣會受到情緒問題困擾 並不是你沒用 每一個人要承受的壓力都不一樣 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我們要多留意自己的身心 跟自己溝通多點 了解自己多點 當發現有一點點不妥的時候 我們就要正視問題了 千萬不要自知不利 我們要承認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想一下怎樣的方法去解決 如果放在一邊 不管的 覺得自己沒事的 等一陣子就可以了 這個問題 繼續發酵 繼續發大的時候 很容易 一發不可收拾 到時要解決 就會困難很多 所以今天這條片 除了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這幾個月 我身心變化發生了什麼事之外 也希望如果有些朋友 一樣都是受情緒問題困擾的話 你聽聽我廢話 未必完全能幫到你 但可能會身心放鬆一點 你發現原來世界上 不是只有你孤單一個人 我們一起去共勉之 一起去努力 一起積極面對這件事 有一天我們都可以正常回 不需要再有這些困擾 也都說 上次影片出了之後 很多醫學團隊 或者一些產品 都想幫助我 我都很感謝 但我不希望藉著自己的不舒服 去做任何的宣傳 任何的商業合作 所以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會接合這類型的合作 希望這條片 大家會喜歡 可能有一點沉重 但我都盡量用了輕鬆的方法 去跟大家表達 如果喜歡這條片 或者給我一點點鼓勵 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是來自於拍影片 好不好就這樣放棄它就算呢 但每次當我有這個念頭 都會剛好收到大家一些很支持的說話 或者因為我的介紹 令到你們真的覺得有用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自己拍影片的價值 依然存在 最近我很想嘗試去一些閃收營 真正地遠離繁囂 淨化一下身心靈 不過好像因為疫情暫時沒有舉辦 唯有遲些再留意一下 在這裡我要再次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我會繼續努力的 你快點回答我吧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在說什麼 躺著也中槍枝 請各位自行解讀金先生的表情 大家很多時候都想我分享蠟燭 但其實我是很怕形容香味的 全部都是香啊 香啊 和好香啊 你們是不是真的想看呢 做好嗎 下次再見 請賞